大家好,我是查敏 今天是2022年11月8号,周二 现在是中午的快一点钟了 室外的温度是8摄氏度 天气是个比较好的天气 我们现在就去外面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去逛逛古玩店 然后呢 我们自己不是以前也一直是在做这个 西洋车海生的争议吗 有朋友呢,这两天去回国 因为这个西洋车呢,是不能积国内的 所以说呢,我就麻烦这个朋友呢 跟我带一点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啊 家人去吃一吃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把他送过去 那些决定用两年时间和80万 就是移民到加拿大来的朋友呢 如果你一直在纠结找不到靠谱的人帮助你呢 我下面呢,就是接着上次的视频给你 就是讲一个我身边的一个故事 其实呢,最靠谱的人就是你自己 另外呢,为了陆地生根吧 英语也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 你要为了更好的展开在加拿大的生活的话呢 你肯定是要去学好语言的 毕竟携财富自由之声过来的呢 很少很少 大部分都是像你我这样的平凡人 我说的这个故事呢,不是虚构的 当然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 因为我在关键的涉及到饮食的地方呢 我做了一些变更 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故事的这个人物吧 这个朋友呢,是一个80后的一个家庭 男的呢,41岁,大专毕业 女的呢,40岁,高中毕业 有一个小男孩呢,是15岁 在地级是工作,生活 家庭的年收入呢,就是12万左右 就是一个月1万块钱左右 有很少的这个,就是投资房嘛 他因为他自己有两套房 一套是自己住,一套是另外就是住给别人 有一部分就是投资房的房租收入 但主要呢,就是先生呢,在做生意 赚取的这个钱 可支配的现金呢,有90万的民币 他为什么会就是产生这个移民的想法呢 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啊 这个先生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生意的进展 就是不怎么太看好 然后呢,小孩子也读高中了嘛 开始读高中了嘛 他的教育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他就计划呢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可支配的这个90万 这个现金,就全部用的来尝试一下 太太带孩子过来,加拿大流血 并且看看能不能留下的 有两到三年的时间 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最坏的一个准备 就是如果太太失败 孩子假如说,顺利的毕业了 在加拿大毕业了,他也喜欢这里 那就是把投资房卖了去 就供小孩子去在加拿大留学,读大学 是吧,太太呢,就回去 就下了这个决心 如果呢,就是孩子也不喜欢这里 太太也没有办法成功地留在这里的话呢 那就一起回去 今年二月份呢,他就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找了一个国内的一个专门办这个 学签啊,旅游签的这个中介公司 明确地跟这个中介公司的 相关的经办人员说 我呢,就是孩子想去加拿大留学 就是不管是加拿大的任何一个城市 只要有国际留学生配额 比较容易拿得到这个学校的这个offer的 我就去哪里 正因为有他这条明确的一个要求的话呢 中介呢,准备资料也就是比较快 然后呢,从整个资料准备递交 到他获得批准 好像是两个多月吧 就是五月份左右 他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留学签证 然后,这个太太的这个旅游签证 都已经拿到了 他们呢,就是在七月份 就飞来了这个加拿大 因为哈利法克斯,他们的目的地是哈利法克斯 就是旁边的一个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城镇嘛 所以说他们,哈利法克斯也没有直飞 就是在多伦多路径加拿大的 在路径的时候呢,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个比较细的工作 就是太太呢,就是提前呢,就起草了一个英文的一个说明 就是使劲应备的,就是给路径的这个边境官去说了说明了一下 因为孩子第一次过来加拿大 他们家长呢,已经安排好了国内的生活工作 太太一个人过来这边呢,就是想尽可能多的陪伴一下孩子 能不能给长一点的逗留期 边境官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就肯定不会刁难你的 他也就给了他一张大签,上面就注明了他的逗留期 到跟孩子是一样的 因为小孩子的18岁以前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学签是一年以前嘛 所以说就是将近一年的逗留期 这个也是比较幸运的 然后转机就过来了,哈利法克斯 然后去到了这个小城镇嘛 就是孩子就登机入学 妈妈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下一步的这个准备了 他就是在附近去找到了一家语言学校 就是英语的培训学校 这种培训学校呢,一般情况下这规模是比较小的 而且几乎说每一个大的城镇里面都是有这种培训学校的 学制呢是六个月,收费是七千多块钱 他们这种学校的语言学校毕业以后呢 他们的毕业证呢,是一般情况下在加拿大的 就是本省的所有的这个college 就是大专啊,都是认可的 这样的话呢,他在明年二月份呢 他就可以毕业 他就能拿到这边呢 就是college的录取通知数 然后再去递交这个学签的申请 就正常的就是走到第二步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这一些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